我要問一下這個空軍總司令賽政蔡老師 你怎麼看你之前來我們節目說你在試機等待 有機會再來發動 是 然後你很厲害 3月那一波你空單賺了這個80倍 對賬單上次就秀給大家看 現在呢 現在其實我在5月的時候 因為5月這邊剛好是一個滿足點的位置 我也嘗試再做空一次 就上次我們來的時候剛剛好 就是反正這個我們對賬單也有 其實也可以秀這個 對 我們對賬單也可以秀一下 我想好像沒有人秀過賠錢的單子 對 那這個因為我們在做教育或是做節目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不能只秀賺錢 因為賠錢更重要 好感動 有人秀付的對賬單 對 賠錢更重要 蔡老師 這個賠6萬多 這個就是大概在5月中旬 上次賺300多萬 這是5月1號到大概20號左右 那就是說我認為說有一波那個反轉的機會 對 那我大概就是一樣就丟個 我都是做選擇權 大概就賠6萬多 那期貨就是拿來做一下差價 讓損失減少的 這個就是我常常講的 小賠大賺 小賠大賺 我們3月賺了一波 可以賺到400多萬 用大概只是幾萬塊 那現在又是幾萬塊 那我就賠掉了 那現在再來怎麼辦 再等機會 因為怎麼樣 我們看 現在看這個指數 大賺小賠的概念就對了 大賺小賠的概念就對了 收斂三角 那其實本來不是 本來在收斂三角的三分之二處 那邊有一個跌破的機會 那當然沒有跌破我們就認賠了嘛 對不對 就是這個樣子 那在創新高之後呢 這邊又形成了一個區塊 然後這裡區塊的下源就是一個支撐 那我們在做多或是做空就是一個 比如說你這個收斂三角的突破 那你可以去做多 那一般如果說這個最近這個跌破 那你的這個部位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就像這個我們上次3月講到的 這個地方跌破速度就很快 那現在技術分析有一點就是說 一般來講空頭的反彈波 它是不會占過頸線 但是這一次過了頸線 所以那個對多頭來講 雖然說有個比較好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要知道 因為我們現在遇到的是百年的事變 很多包括最近那個無線QE什麼都來 剛剛杜董也拿了一個什麼 我們的這個循環 你看現在是到第七循環對不對 那上一個循環到這個循環 你看它浪多久 浪這麼久的 那一般我們也沒看過這種情況 一般早就在2011 這一次盤真的很難做 2016年那個地方就應該要有一個循環下來 那拖了那麼久 那再加上那個 你現在連無線QE連那個公司在那個 那個 那個Double B的 Double B的都想要買 就是有這個無線QE來干擾這個股市 所以蔡老師你要不要轉向 因為美國的熊市支持者 我上次看一個很大咖 他就說 他一向都看空美股 但他覺得說這一次 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看法不對 是因為QE太厲害了 美國聯準會太瘋狂了 說聯準會這樣幹下去的話 他美股真的有可能創新高 所以他轉向了 覺得應該不會繼續空下去 現在就是大家就在相信QE 但市場這種東西 你很難像 像這次疫情一出來 他擋都擋不住 那你怎麼知道後面會有什麼事件發生 所以相對高的地方會有個問題 就是說目前看起來是沒問題的 量也沒失控 然後那個指數整個都是 還在一個多頭的一個結構 但問題說你要 遇到那個突發事件 你該怎麼辦 就像剛剛有說 指數上它是相對高 但是個股當然它有一個 有輪動的機會 像我的話我台股很久不做了 那我現在滿手的都是大陸的股票 那股王的那個茅台我也買 那低價四五塊錢的我也買 大陸疫情你不擔心嗎 大陸我相對上我覺得 他們比較能夠去控制 就是不敢再讓它去擴大了 最多就一個省封起來 那他們很好玩 以前真的是有疫情的時候 他不會公布 反而我們在微信上 比如說哈爾濱我有個朋友說 哈爾濱上次哈爾濱 有人那個感染了 就男女朋友感染 後來不是都已經拿出來 男女朋友又這邊 這個紅信出牆 那個又是有第三者的 一共穿了多少咖對不對 那個世界我們其實在微信已經看到了 然後到官方大概大概 過了一天才開始說哈爾濱有人感染了 但是問題說 他們的手段會比較強硬一點 不會像川普 遇到的事情還是硬著說 我們不用戴口罩什麼的 所以相對上我覺得 他還是比較容易控制 那我們在做股票就是這樣 比如說我們在媒體上說 比如說我說現在不要做好了 指數上相對高嘛 就相對高 那如果說我自己當然有時候 如果說我可以去買的話 那萬一要賣的話 因為相對的位置上 投資像你看三月 三月的時候 新的朋友都去買生技股 對不對 都不怕死對不對 真的下來不知道死 對不對 你大概 譬如說我們知道要跑 我那天我兩個都是買生技股賺很多 我說請問你投資股票資歷多久 他說就今年三月開始 三月 真的這一次就是這樣 嘎老手嘎空手 三月才能買 所以問題就在這裡 如果說股票是可以買的 沒錯 但問題是說 該停損的時候 十個有八個人不會去停損 那你受到的傷害就很大 這個 這個就是說你有練過的話 當然沒問題 但是 你沒有練過 還是自己小心一點 還是過自己比較悠哉一點的生活會比較好 好我們待會有些比較安靜的股票 再跟大家來這個介紹 好我也讓你是從籌碼來看 從籌碼上來看 你剛其實是最樂觀的嗎 對 其實當然我的一個前提是 這邊來講的話 大家一定要先控制資金投入的比重 如果你是比較投資偏積極型個性的話 我建議就是說 大概持股水位還可以維持在七成 那佩格像蔡晨老師講到 你自己要顏色停損點 因為這個風向隨時會變 那如果你是比較穩健保守 你我覺得就持股大概維持五成 那這個就是說如果你碰到集碟 或者說特殊的消息面利空的時候 你還有資金可以去做一些應變或加碼 那其實從籃碼談的東西是比較簡單 其實邏輯上很簡單 就是已經上車的人比較多 還是抱著錢在場外想要上車的人比較多 其實就是這個概念 那我覺得其實現在散戶跟外資都是想做多 但是有一些差別 我先來破除一個迷思 大家應該常常在媒體上看到這樣的一個新聞報導 所謂的一個證券劃破存款餘額 那過去這六個月是連續創下歷史新高 那聽起來呢 你光看這個散戶銀彈創高 這聽起來就感覺好像一頭熱 好像市場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投機的泡沫圍 剛看好像都很樂觀 對 不過其實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想 如果你真的把這些錢拿去買的股票 應該是反映在成交量暴增 融資水位大增 然後事實上證券劃破存款餘額應該是會下降的 所以其實從這個金額代表就是說 很多人開了戶 也把錢放到那個所謂股票交割帳戶裡面 可是真正下單人不多 或者是說很多產業戶其實現在是打帶跑 就做當充 所以其實他買了之後很快又賣了 所以這個錢就一直在這個帳戶裡面 扣掉了又回到帳戶來來回回 那事實上我們把這個操作股票看成談戀愛 其實大家也看到交易所你可以查得到什麼 每個月公布出來的數據 新增的開戶人數 我這邊是用人數不是戶數 人數跟當月有交易的人數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其實今年 大家也說這個股災發生之後 十年限嘛 所以很多股市的新手想要出場這個戀愛出體驗的甜蜜滋味 所以開了戶進場 所以你看3月份的開戶單月來到8.5萬 不過4、5月慢慢的就回歸到比較正常的情形 但重點是3月份的交易人數達到228萬大增 可是接著馬上4、5月份又回到了 跟在沒有所謂的一個新增開戶人數暴增的 這個包含在年初或去年底的狀況 其實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這邊反映出就是說 事實上很多人開了戶 但是他不見得敢進場 或者說他進場之後他只敢做短 那代表就是說 散戶雖然對這個市場要要欲試 可是其實是保持有危機意識的 那再來我們看到其實這一張 從期貨市場來看散戶的態度 那是所謂的小台子散戶多空比 大家知道因為我們台子期貨有大台小台 那小台一般來說就是主要是散戶交易為主 那這邊可以看到散戶呢 留下來的多單是大概2.1萬口 那空單的部分是2.2萬口 換句話說你看到畫面中 這個綠色的注重圖代表就是說 散戶是做空的 那做空的時候你發現 這條折線就是大盤指數的走勢 所以就容易往上漲 就代表說散戶還是怕怕啦 就是說又想看好 可是實際上呢 心裡想的嘴裡說的 跟實際上動作好像有點不一致 他還是在期貨市場做空 所以到散戶沒有前面看多之前 你覺得都還算安全 對所以我覺得我們居高思維當然是應該 可是呢這個行情我覺得還沒有到 真正像以前那種所謂的一個過熱的一個跡象 那最後其實看一下很重要就是外資了 因為台股走到1萬億以上 我一直強調說 接下來的接棒 關鍵一定是要看外資了 會決定前 就是剛剛杜董講的 這個行情尷尬的位置是要上還下呢 那外資其實第一年來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買超台股居多 就算碰到所謂金融風暴或大利空的時候 其實像金融海嘯的時候 2008年 單年度呢全年加起來是賣4700億 可是今年呢到這個上個禮拜為止 是賣了5880億 那如果我們再觀察 今年逐月的變化就發現到了 其實今年大概有幾個月份都賣蠻多的 包括像3月跟5月 不過6月到目前為止 外資呢是已經回頭買超700多億 那當然大家會質疑說外資買超歸買超 可是他也會買一些避險工具 像VIX ETF或反向ETF 或者說在期權市場好像也沒有強力做得多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好事 因為外資在全球的配置當中呢 他不可能只做單向 他永遠都是多單加空單 只是比例的調整 所以如果能夠讓外資搭配一些空單避險的工具 包含現在在借券市場的限制也放寬了 那我覺得其實外資會比較樂於 回過頭去買進台灣的一些高質疑跟全資股 這個不知道搭配新台幣匯率走勢來看 對其實台幣匯率也很明顯 其實台股有沒有這個熱錢行情 或說外資行情 其實就是看台幣的一個走勢 那我們可以發現到其實呢 新台幣跟台股很明顯呈現它的一個相反走勢 就是說你看到藍色這條線就是台幣 如果往下代表是台幣升值 就所謂的熱錢行情 那紅色這條線就是台股的加權指數 有沒有發現到 當台幣呢如果明顯的升值的時候 其實台股就會有波段的行情 而且它往往這個所謂的一個 類股輪動的效應就會很明顯 那我認為這一波來講的話 台幣呢其實升破30之後 那目前可能是走一個短線區間 不過呢台股指數呢 就算呢不是馬上去突破年初的高點 但是基本上要維持在1萬億以上 應該在一段可見的未來之中 應該是可以預期的 詞文字幕提供